为什么我们应该质疑大流行起源于武汉市场的最新报道 报比布拉克 2022年2月28日 周六 科学家们发布了两项研究 再次重申了COVID-19大流行始于武汉市场而非实验室的说法 该假设的基础是 冠状病毒很可能存在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于2019年底出售的活体哺乳动物中 研究人员说 他们从华南市场采集的样本 检测出病毒的两个进化分支呈阳性 称为A和B谱系 这两个谱系都在中国早期的COVID-19模型中传播 据称 该报告揭穿了之前 仅将血统B与这个特定的华南市场联系起来的调查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差异很重要 B族是在A族之后进化的 因此 如果市场仅与B族相连 则表明 该病毒是在武汉传播后到达市场的 这一发现 反而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下 在市场上工作或购物的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纽约时报寻求评论的专家们对这种可能性感到不解 亚利桑那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 迈克尔·沃罗比·麦克尔·沃欧贝是这两项研究的合著者 他对纽约时报说 当你把所有的证据放在一起看时 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大流行始于华南市场 非常清晰的画面 是吗 虽然这些研究令人信服 我鼓励您去读一读 但正如泰晤士报所说 这项研究并没有反驳实验室泄露理论 首先 这些研究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其次 研究人员也无法确定市场上是哪种动物将病毒传播给人类 这是为什么 接下来 这些研究包括逻辑上的显着差距 如果实验室的理论是错误的 那么这意味着一种新型蝙蝠冠状病毒 恰好起源于距离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with约400码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 那真是一个不幸的巧合 此外 在威斯工作的三名研究人员 在2019年底因帮助进行功能获得研究 而出现类似Covid的症状 作为实验室泄露理论核心的功能 获得性研究涉及对病毒进行增压 以增加其杀伤力 现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 福奇博士和其他科学家在2020年初 讨论了这项具体研究和Covid的不寻常特征 引发了人们对掩盖事实的怀疑 尽管这一证据是间接的 但两位医生去年在华尔街日报上辩称 该科学也指向实验室起源 科学家们在COV-2中发现了CGG-CGG组合 但从未在其他与SARS相关的疾病中 自然发现这种组合 这表明Covid的起源是人造的 人畜共患起源的支持者必须解释 为什么新型冠状病毒在突变或重组时 碰巧选择了它最不喜欢的组合 疾双CGG 为什么它复制了实验室的功能 获得研究人员会做出的选择 Atos Therapeutics的创始人 Steven Key博士在WSJ中辩称 那么为什么纽约时报如此迅速地宣布 周六的发现是真实的呢 好吧 纽约时报的动机是驳回武汉病毒研究所 参与Covid-19的行为 以免除其在全球掩盖事件中的作用 8月 旁观者发现 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级编辑 指示工作人员不要调查Covid-19的起源 他们只会推动人畜共患病的起源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更多相关信息 然后跟着前走 去年夏天 塔克 卡尔森发现 纽约时报早就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金 卡尔森报道说 极权主义政权 每月向纽约时报支付 超过10万美元的印刷宣传费用 而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其与中共的不正当协议后 纽约时报才停止这样做 因此 如果我们要相信冠状病毒是自然起源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 而不仅仅是受污染的记者和科学家的报道 这些人从一开始就错了 纽约时报希望我们相信 哥本哈根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Fia Fisher博士 他说试货市场理论再次非常有说服力 嗯 来自纽约时报的这种新的获救的理论 听起来比令人信服更方便 听起来比令人信服更方便